就是我們所謂的南化的沖縫管 我講這條沖縫管如果不為經優勢 曾經保管過這條沖縫管是南區水資圓局 那時候他們介紹的總經理間 這條管線 它最高 事實上它可以輸送到五十萬噸的圓水 它是從南化水庫那邊過來 那這條圓水呢 那時候曾經保管過 也引起我們很大的震撼 甚至社會的一個 我們的董事長也因此而辭職 那這裡面呢 所以這條管線事實上它很重要 它是我們高雄地區最重要的一個 備用的水源 那原本這些水源這樣加起來 事實上對大高雄地區 它是一個應該是非常有幫助的 可是這一次 事實上這一次 大家看得出來 它事實上是一個災害 也是一個災害 已經超出我們這水公司 平常的一個處理的一個真的一個能力 譬如說你看從來 我從七十五年到公司到現在 從來沒有看到過說 一個高雄地區能整個被淹沒 我根本都進不去 我那天 不要去看那個災 我還要做 我們說 尼亞卡 不然進不去 我人也不能採 採在那邊 因為泥巴都是水 尼亞卡還不能進去 我愛賊怪獸 那到那邊去看 整個是淹沒 同仁跟我講說 因為高雄地區的警戒線 二十三米 那天你到二十四點七 七五快二十四點八 整個淹沒 同仁跟我講說 要不要撤退 我說看看能不能停得住 因為你撤退 整個後續的就是供水 就是像陳市長所提的 後續的斷水的處理危機 我可能要面臨很大的挑戰 可是這沒有辦法 一個河水質暴漲 吸水暴漲不是我能夠控制的 結果它整個淹沒了 我整個這一個題目脆 整個 等到我們去的時候 整個南河夜 整個南河夜 所有的抽水機 十二部的抽水機 包括所有的 外面還有三部的淹式抽水機 包括所有的配件設備 包括我們的所有的抽水機 整個是所有的廠區 全部淹沒 都是淹沒 這個部分 市長也去探過了 他去探查過了 所以很感謝 所以從這裡面 我們這個 出水就出了問題 接著 本來我們寄望災 因為我們的使命 一定不能讓大高雄來斷水 不能讓它有缺水 所以我們緊急 就是從南化聯通管 希望能夠三十萬人的原水 趕快過來 可是這個時候 也很不小 因為南化水庫的濁度 也飆高到六七萬度 它也無法出水 我原本都是一直都用 因為第一階段的那個 南河葉已經沒有水 斷水 它取水是零 那我一百萬陣的水 已經不夠了 我必須從南化聯通管 我就必須從 必須從南化聯通管 這很重要 它只要給我三十萬吋 我在這期間之內 我要運用我自己的水庫 就是說那時候水庫 鳳山水庫 曾經說都是蠻水位 所以它夠 來支援只要能夠撐過一個禮拜 最早要五天 那我大概就是 大概就沒有問題 就沒想到南河葉 那個聯通管 聯通管 沒辦法三十萬元過來 所以這個也是零 所以整個高雄才會 剛剛如同市場所提的 有斷水的這個問題 那目前 為了我們要 不讓說整個高雄斷水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持續 就在說怎麼樣來做一個努力 所以我們零工不免不休 現在第一個階段 我們搶從南化聯通管 甚至就是水庫的一個排渣 應該是在禮拜三 本來那個水已經進來 我很樂觀 很高興 所以偏偏到了協商橋 在李嶺大橋 所有的低水附近的地區 奇怪怎麼水上不來 我們派員 在這邊那個是一個 看不到因為它是一個 低水附近的地區 就是河濱公園協商橋 那邊的附近 一去看 結果有沖毀了 因為它陸基 也是陸基 因為整個台二十一線 整條線來 陸基就被沖毀了之後 連帶我們聯通管位移 有一千七百公尺左右 大概都有受水 所以這個水就沒滿了 那怎麼辦 這就是剛剛說 很緊急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直在 搶救我的男人眼 那男人眼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 淤泥也清楚到一部分 但是那個配列設備 現在都已經差不多 也大概都 因為人想說 大概可以局部的來出損 那局部出水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損害比較嚴重 所以我只能搶修幾部 抽水機 大麻烈的抽水機 跟外面的一個 一個臨時抽水蛋的抽水機 那我只要能夠 轉戰就是說 能夠抽取 大概有三十萬也好 四十萬也好 那可以補我們整個一個 高雄地區 就是供水的一個不足 那接著我在從南化 我跟我們總經理 實際上我們這一陣子 我們整個總經理 跟我們長官都在我們南部 也近處 一個前進的一個指揮中心 就在這邊 那我們會從南化這邊 掉大概有一些清水 五萬也好 十萬也好 四萬也好 因為現在台南地區 已經危機解除了 它的一個南化的一個水量 是讓它目前 可以屬部的供應 提供支援我們高雄 我剛記得是清水 因為聯動管有兩條 一條就是 聯動管一條是原水 那我們另外有一條是 水原水 也是清水 這是從台一線過來 那這個呢 目前我們今天 已經開始在進水 大概出息大概從 五萬分 七萬分 慢慢 我們希望目標能夠到十萬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我再用鳳山水庫 跟陳吉福水庫 因為我們也是 我們也找了一些 所謂的 把以前的廢棄的浮流水 包括一些廢棄的增頸 我們再重新的更新跟加壓 那目前這樣來出的話 大概還可以 今天大概 應該是晚上 或是明天 大概明天 會比較正常 那樣能夠 能夠 就達到我們一般的一個 一個一個 就是 比較正常的一個供水 這樣 我現在是目前 我們在目前來搶救的一個 狀況 也是現在供水狀況 在這裡上跟來 跟各界 來做一個 報告 發市長 我想請問一下經理 就是說 現在這種狀況 我們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全面的恢復正常 好 因為 這個是今天 我們開始這樣做一個調度 那 如果正常的話 就是說 從明天 明天開始 它是初步的 因為這裡面 就是我們 因為 事實上 瓶頸的處理能力是這樣 依我們的標準 座位的一個 其實它濁度還是高 只要現在山區看起來 我們也在做一個 氣象的一個觀察 好像 山區的力量已經 是比較少 有在沒有 所以 濁度會降 但是濁度降 濁度 即使我們那時候 已經有做一個最大的打算 即使濁度 沒有降 我們在兩萬以內的濁度 兩萬度 兩萬MTU以內 我們也是要勉強去做處理 但是我們的機具 會耗存 包括家藥等等 都會收存 但是